迈克是一名顶级电脑工程师 专门帮大公司剽窃竞争对手的创意 不管多么超前的高科技产品 只要别人做出来 他就能完美复制 甚至比原先的还要好 因此无数大公司不惜重金聘请他来山寨对手的产品 但相对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项目完成后 所有相关的记忆必须删除 这样也就不会泄露雇主的商业机密 用短暂的时间换取高额的报酬 何乐不为 这天 迈克的好友吉米送上一桩大买卖 事成之后会有八位数的报酬 但吉米估计这一票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 迈克回家考虑了一晚上 拿三年的记忆 换一辈子的衣食无忧 还是很值得 第二天他来到了吉米的公司 但这次的项目显然十分神秘 所有的随身物品都必须寄存 甚至还得换上他们准备好的衣服 吉米给迈克安排了一大批精英 其中就有我们的女主安娜 一双湖蓝色的大眼睛 把迈克迷得神魂颠倒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 吉米告诉迈克 项目已经顺利完成 这三年的记忆 刚才也被清除了 现在可以回家数钱了 迈克回到家查了查账户 忍不住笑出声来 果然账户上多了九千万股权 迈克赶紧去找律师 律师先把他寄存的私人物品退回 迈克打开一看 不对啊 这根本不是他的东西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现在都已经是千万身家的人了 当迈克提起自己股权的时候 律师却愣住了 说他一个月前就已经放弃了所有股权 迈克当场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 自己又不傻 怎么会放弃九千万美元 就为了换这堆破烂玩意 他气愤地回到家 却发现家里 好像有人 还没来得及反抗 就被活泼了用电枪击倒 带回了警局 他们控诉迈克 窃取了政府的高级机密 原来三年前 一个物理学家 将一项国家机密技术 给倒卖了 没多久 就离奇坠龙 正好吉米公司新申请的专利 就是国家丢失的机密 而且文件上 都有迈克的签名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好友给坑了 可他的记忆 已经被清除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于是佛波勒直接搬来遗弃 试图从他的记忆里 找出线索 迈克脑部的温度急速上升 眼看就要超过上限 可佛波勒却什么都没发现 恰好这时有人泛起烟影 顺手抽了迈克纸袋子里的香烟 烟雾触发了火警 迈克趁乱拿回了自己的那袋东西 眼睛被枪得睁不开 他顺手抓起文件袋里的眼睛袋上 视野突然变得异常清晰 逃出来后 迈克来到汽车站 眼瞅着 佛波勒马上就要追来 这时有人撞到了他 东西散落一地 袋子里居然有张吃票 来不及多想 迈克赶紧上车逃离 袋子里的东西 仿佛冥冥冥之中 都能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上大忙 但这个戒指又是做什么的 这时有个小偷盯上了他 假装摔倒偷走了钻剑 迈克马上追了过去 可下车后 他就愣住了 自己又回到了律师那里 似乎就是这一袋东西在指引着他 他跑去质问律师 这袋东西到底是谁寄来的 律师翻出记录 这袋东西到底是谁寄来的 律师翻出记录 记得有一个混合 这些不是那些三年 有人帮这些 我必须找到谁 我必须谈谈谈 你对 改变了几个月 谁帮的 你做的 那是你 迈克将自己一个月前 寄给自己的东西梳理了一遍 破烂字条 打火机 车钥匙 还有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 看了半天 根本没搞懂 无奈只好向好机友求助 俩人来到约好的地铁站见面 而好机友也查到一些线索 大名物理学家的发明据说 能够预测未来 此时迈克刚好看到 电视上中奖的彩票号码 正是自己纸条上的那串数字 迈克因此断定自己 一定是看到了 未来不该看到的东西 才会记着带东西 来让自己保命 这是吉米派出的杀手赶到 迈克发现 手中的门钥匙 刚好能打开配电视 于是他让好机友进去 关闭了电源 自己趁乱跑到了地下隧道 等杀手追上来后 迈克灵机一动 摸出打火机和发焦 就这样组合成了火焰喷射器 再利用回行针 造成了地铁短路 这才成功逃过一劫 然而谜团越来越大 晚上迈克梦到自己 在未来会被枪杀 惊醒后 他洗了把脸 水滴恰好溅在了火柴盒上 洗干净一看 是一家餐厅的名字 通过电话询问 发现自己早就定好了 明天的位置 而他约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记忆中的女友安娜 安娜让迈克 把文件代理的东西给他 迈克照做了 临走时安娜还和他深情一吻 这时迈克才发现 安娜的眼睛根本不是蓝色 和零散记忆里的安娜 完全不一样 突然 一个女人冲出来砸晕了他 原来他才是真的安娜 此时 提前埋伏的杀手马上出击 迈克和安娜被追到停车场 他想起 袋子里有一条车钥匙 没想到 竟是一辆宝马摩托 凭借高超的车技 两人终于成功摆脱杀手 随后 迈克继续在袋子上寻找线索 明明四张邮票 就足够邮寄 自己当时为什么非得贴五张 他拿起放大镜一看 爱因斯坦的眼睛里 竟藏着六张照片 学校里 迈克用高倍显微镜 将邮票投影出来 分别是五张未来的报纸 和一张城市毁灭的照片 原来迈克真的开发了 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机器 人类依靠机器预测到战争 反而为了避免战争而开战 机器预测到有瘟疫 就把感染的人集中起来 却导致瘟疫的爆发 人类对机器的预测深信不疑 早晚有一天 人类会因此走向毁灭 迈克终于意识到机器的可怕 于是他决定阻止这一切 毁掉这个机器 他和安娜偷偷潜入公司 把钢珠扔到安检门 在大厅制造混乱 然后趁机溜进大楼 用门禁卡打开实验室 再用迷你扳手卸开了门禁面板 安上一枚硬币 就这样轻松破坏了门禁系统 之后当迈克想打开未来机器时 却提示系统发生故障 迈克这才反应过来 可能是怕机器被坏人利用 自己在删除记忆之前 就植入了病毒 可失去记忆的迈克根本无从下手 纸袋里只剩下一颗子弹 和一张田子游戏 迈克立刻对田子游戏进行破解 对照上面的提示 顺利清除了被植入病毒的芯片 启动机器后 大屏幕上又出现了梦里的场景 预示他将来真的会被枪杀 此时吉米已经来到门口 准备炸开实验室大门 迈克看着手里的子弹灵机一动 将子弹固定在冷却器上 做成了一个定时炸弹 随后他们撬开通风口开溜 一路来到实验室出口 眼看吉米已经追了上来 他骗安娜先离开 决定直面自己的未来 一番搏斗后 迈克被吉米摔在了天桥上 而这里正是机器预测中 他被枪杀的地方 而安娜也被他们抓了回来 就在吉米举枪瞄准两人时 迈克的手表突然响起 原来 迈克早就看到了自己精准的死亡时间 于是在消除记忆前定好了闹钟 与此同时 子弹瞬间击穿冷却机器 引发了一场大爆炸 吉米和未来机器全部在火海中 灰飞烟灭 电影的最后 迈克和安娜开了一家花店 好基友送来一对英勇祝贺 这是他和安娜之前 在实验室养的英勇 这时迈克突然想起当初那张纸条 于是本片最大的反转来了 他掀开鸟笼下面的报纸 底下正是那张9000万的彩票 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这部电影的记得点赞加关注 因为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然后请不吝点赞来